嗨大家好,我是Celia,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这是我拍的第三支影片了 那我今天呢,从这部影片开始呢 我决定就是想要开始跟大家一步一步的分享 关于如何学葡萄酒以及葡萄酒的相关知识 跟大家一起学酒 那所以今天呢,想要可能第一课呢,就是葡萄品种 对,葡萄品种 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想要知道一种酒的风味 对,想要知道怎么选酒 其实第一步呢,我们是了解这个葡萄酒的原料 就是葡萄 就像是你如果要做一道菜 你会想要从材料开始学习嘛 而葡萄品种呢,也是影响葡萄酒风味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 你们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种葡萄品种吗 有154种葡萄 其中能够酿酒的酿酒葡萄呢 就有高达1368种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就是把范围缩小 介绍我们平日耳熟门下常见的国际品种 国际品种呢,一般指的是源自于霸品种 但是在目前世界各地都广伴种植的葡萄品种 那这种葡萄品种等于说你如果了解这些葡萄酒的风味跟特色之后呢 你只有这个初步能力去判断这个葡萄酒的风味呢 那国际品种这边变成了七种 白葡萄呢有三种分别是 夏多月,Vicely,一体白色味浓,而红葡萄有四种 分别是它的内饰味浓,梅洛,嘻哈,以及大家所谓的黑皮糯 那这几个葡萄品种大家平时一定很常听到 可是我如果一个一个讲下来,我们可以讲好几个小时 所以呢我今天把重点放在在学习的葡萄品种的时候呢 你会怎么样的去思考 或者说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呢 你就会更有用心 所以第一个因素呢我想要探讨的是气候 适合粥子带纬度比较高或是比较凉爽低距的葡萄 它可能是比较耐压 那同时因为阳光照射比较少 葡萄里面糖分也会比较少 那夏多月而言的就是比较偏酸嘛 能够发展出来的香气特征呢 是以比较寒冷的水果围住 而纬度较低 然后葡萄的产区呢 葡萄能够产生酵度的糖分 而糖分呢也是转换成酒精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所以呢通常纬度较低的产区 它的糖分比较高 酒精浓度也会比较高 所以相对而言的它的酒体会比较饱满 那同时呢因为葡萄的成熟度良好 它能够展现出来的香气特征呢 也会比以成熟的水果或是热带水果的香气为主 通常不同的葡萄品种它会适应不同的气候的能力 可是呢有些葡萄品种呢它可以适应各式各样的气候 那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夏多内 夏多内呢是一个适应力很强的白葡萄品种 它如果种植在不同的气候会发展出完全不同的风味 法国来说呢最致敏的夏多内产区肯定就是布根蒂啦 如果是种植在纬度比较高的像是夏多内产区来说好了 夏多内白葡萄品种呢就会呈现比较偏酸 像是青苹果、青柠檬的香气 可是如果是种植在布根蒂比较偏南 也就是像是马贡啊这种产区的话呢 它可能会呈现比较多像是成熟水果或是热带水果的气息 喜欢这影片的话呢你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按赞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